現在看一看阿富汗塔布爾機場附近的兩宗自殺式炸彈襲擊 增加至至少百多人死亡 包括13個美軍 其餘是阿富汗人 包括塔利班成員 百多人受傷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分支 承認發動襲擊是針對美軍 美國總統拜登就強調 絕對不會放過私襲者 必定追究 先由李健欣報道襲擊的經過 大批民眾負傷逃走 遠離爆炸地點 一個自殺式襲擊者 新村莊有炸彈的背心 通過在機場外圍塔利班的檢查站 走近美軍檢查撤離民眾文件的閘口 在人群中引爆炸彈 之後有人開槍 美軍開火還擊 機場喊給習外圍的水渠內滿部死傷者 大部分死者都是阿富汗人 包括一家大小 塔利班指襲擊發生的地點屬美軍守衛的範圍 通過前要先由塔利班做保安檢查 美軍相信並非塔利班刻意放行 會與塔利班一同安排民眾院離機場閘口 不少人到醫院尋親 雖然美英等多個國家早前已經警告可能會發生襲擊 但仍然有大批人帶上文件在機場外面爭取離開的機會 以致造成嚴重傷亡 武裝組織伊斯蘭國分支伊斯蘭國呼羅山承認屍襲 此襲擊是針對美軍和他們在阿富汗的盟友 還發放聲稱是屍襲者的相 他叫做盧傑里相信是阿富汗人 手持長槍身上榜有懷疑爆炸品 組織指他走近美軍和翻譯人員引爆 美軍警告機場一帶仍然有遇襲風險 艾比閘位處赫布爾機場東南面 在當地時間星期四大約挨慢6點遇襲 沒多久之後再有人在大約300米之外 通往外國人滯留酒店的另一個閘口 發動汽車炸彈襲擊 較早前在機場附近的塔利班向天開窗驅散民眾 隔一陣就發生爆炸 塔利班譴襲襲擊 發言人說他們的死亡人數比美軍更多 批評外國撤離行動混亂 認為沒有理由延遲月底撤軍的期限 會加設更多遼亡塔 加強機場周邊保安 有北約官員說塔利班近日釋放大批囚犯 有責任調查在赫布爾的伊斯蘭國組織活動 有先電視記者 李健恩報導